来看到电影中饰演英雄的演员 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真英雄的故事 主演英国BBC影集 《新世纪福尔摩斯》的英国演员 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在现实生活中遇上了强案 他以一打四成功击退歹徒 英国演员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在BBC影集《新世纪福尔摩斯》中的形象 深植原新 主要发挥超高智商 解开各种谜团 还要历经危险出生入死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班奈迪克·康伯败区也是真英雄 英国《独立报》报道 去年11月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一人对抗四人击退歹徒 陈锋救下遭歹徒围殴的外送员 事件直到这个月1号 警方报告才曝光 当时41岁的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和妻子苏菲航特 一同搭乘Uber 行驶到福尔摩斯 在小说中的住家贝壳街附近 正好看到一名外送员 遭到四名歹徒围殴 立刻下车制止 目击者称 班奈迪克一边大喊放开他 一边投入战局 把歹徒拖走 四名歹徒原本要反击 被发现是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就转身逃走 没有抢走任何东西 Uber驾驶接受太阳报访问时说 他本来不知道乘客是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直到他下车救援时才发现 驾驶表示 一切变得超乎现实 福尔摩斯就在贝壳街附近 对抗四名歹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